今天早上给大家录一个拆箱 我是蓝方人特别怕冷 北方还没来暖气的日子也是很冷的 这是一台舒洛式的电暖器 它是逆式的,比较轻巧,占地面积不大 也可以拿到卫生间使用 一共有两个档位,一档400瓦,二档800瓦 带摇头和定时功能,功率是800瓦 它是碳素纤维发热管,远红外发热模式 碳素纤维发热具有电转换快的特点 而且所需要的功率更低,更省电 一小时是8度电,一天开满10小时一个月240度 一度电五角120块一个月,比空调省多了 之前家里有一台油丁取暖器,特别沉还费电 它几乎是3秒速热,现在距离3米 在这里能很清楚感受到热度 平时孩子写作业在北屋,即使来暖气也有点发印 这个电暖器给他放到墙边,离他写作业的书桌刚好 冬天还是很实用的 这台不沾锅我家里已经有一台了 买了一台一样的送给亲戚 因为是我自用的感觉还不错,也很适合送人 现在有活动送导热盘,双十一还有机会抢半价 大家有喜欢的也不要错过呀 我现在把导热盘装进去,外包装也是很大气的 接下来这台299的空气炸烤箱是我最喜欢的锄点 外观是奶油白色,15升容量,热风循环加热,烤盘是陶瓷类的,比较好清洗 烤网和接油盘是不锈钢金属的,还赠送的手套过两天到 它属于一机多用,空气炸锅,烤箱,干果机,电烤盘,披萨机,早餐机,多士炉和解冻箱 内壁是这样子的,上面带4根加热管,下面是2根,带一个小灯泡 无论是烤箱还是蒸锅我都喜欢可适的,这台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它有三个旋钮,空炸,烘焙,烧烤,干果,披萨都设置好了 哪人小白也能轻松价义 还有一个温度档和时间档,最低80到230度 时间有10分到1小时或者长通功能 15升的容量,一次可以炸10只鸡翅中4份小薯条 放一整只鸡进去也可以的,容量是足够优 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购买就可以,不用盲从 接下来这盆手工花背后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它是武汉的一位52岁的五指妈妈亲手做的 这位妈妈因为火灾失去了容貌和手指 但她为了给收养的女儿治病 一直坚持用没有手指的手做手工花卖 我也是在看到她的事迹后深受感动 于是买了一盆手工花 这盆花是50块钱,也算尽一点绵薄之腻吧 一朵小小的花承载了她对女儿的善意和爱 也寄托了对生命的新希望 这个搅拌杯是上次给我补发的腐蚀鸡大杯 这个是300毫升的,这个是600毫升的 双杯操作更方便 有了烤箱就咸不住了 这个老式的蛋糕粉不加油也能烤蛋糕 还送了煎饼玉拌粉 孩子最近迷上吃马蜀面包 我就买了这个韩式马蜀面包粉 准备用来做试试看 天冷了,买了女人三宝 桃椒造脚米血厌 准备用来做炖品 每天喝一杯美容养颜不弃血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该上班去了 最后用这个微笑的向日葵 跟大家说See you tomorrow 我是娃娃妈妈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个关注吧 我们明天见哦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